到底是不要离开还是没有离开 台语发音的一字之差 让NCC在2016年之后首度开闸 对中天寄出20万罚款 依据的法条是魏广法第四款 这波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 致损害公共利益 采取20万元 所以你要说他没有事实查证 这个不一定能够说得过去 如果他连违反事实查证 这个规定的前半段都不成立的话 那后半段因为没有事实查证 所以损害公共利益 其实也是不需要再讨论的了 所以他是一个有经过事实查证 而且事后也有做相关的平衡报道 所以我想要用这样的法律来处罚 可能对媒体自由是有相当高的争议 要扯到公共利益是有点牵强 大家不要离开 即便你有所物质的话 损害的意思是 陈其卖或求饮的个人利益而已 公共利益其实扯不上边 当天不止记者在现场采访 再加上影片 基本上前半段违反事实查证原则的前提 就不成立 而法条的后半段提到 损害公共利益就更让人怀疑 到底谁的利益受到损害 NCC这件事情来处罚 中天滑天下之大击 破坏了大众传媒报道上的 一个专业的公正性 破坏了NCC的一个中立独立自主的原则 干维政治来利用 被绿色来利用 或者是被邱毅盈委员 来控诉来主导 他这一次的这个裁量 他已经侵犯到宪法 他跟宪法是违背的 已经严重的违反我们宪法 第十一条所揭示的 就是人民有言论 言论自由 电视台报道没违法 NCC开罚 具有危险之余 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执法单位请先看看 自己的胡子有没有刮干净 记得林佳慧 季冠宏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参加